九合一大選前 其實盛傳這張圖 這網路圖你看到沒有 華媽 蔡英文 陳其邁 蘇貞昌 姚文芝 謝長廷 噼哩巴巴 整個民進黨 全黨人在打誰 在打這個凸子 韓國瑜 對不對 其實選舉已經結束這麼久了 泰式應該比較緩和了吧 其實並沒有 你現在會看到的是 他們不但中央繼續在卡韓 然後現在動用地方的 這些市議會的議員 然後過去地方的這些 所有的各個民進黨的勢力 在不斷的在圍剿韓國瑜 之後越來越變本加厲 那所以我覺得 韓國瑜真的也蠻感慨的 身為一個市長 不是一個小學生 站在那裡 他議場也不是法庭 那有些議員 把議會當成法庭 好像在 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 非常健康的一個質詢的方式 像我們今天早上 很正常的問 答 那就變得很流暢 很自然 所以你要看從哪一個角度來解釋 只要民進黨講我韓國瑜 沒有一句好話 所以我已經習慣了 我被黑了兩年半了 市議員的質詢 不應該是用剪接過的 或者斷頭去尾的片段文字放出來 這個追殺就是追殺到 我太太辦的學校 又開始追殺了 有的時候來一群人 看起來是教育部派來的 進了學校就問警衛 創辦人是不是韓國瑜 是 那你們就準備關門 那警衛也搞不清楚 學校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們需要關門呢 這個是牽扯到他這個派系的鬥爭性格 他沒有想到啞巴被打九會講話的 有一種方法就真的離開了 希望這個追殺就停止了 但是真的這樣子想 結果沒有 持續追殺 而且不停的追殺 我覺得他有一點想斬首示眾 就是你得罪我 你的下場 絕對不是當你宣布休止符的時候 就休止符 你有沒有看到 韓國瑜就說他們已經追殺了兩年半 而且這些擺明是有設計過的 那他都信口開合嗎 我跟你講 這是有證據的 什麼證據呢 現在康宜成昨天 整個質詢韓國瑜的過程 有所謂的叫戰手冊流出來了 你知道這叫戰手冊上面寫什麼 你知道Q4 這是第四題 裡面最大的地主是誰 後面還要刮鬍 姓什麼 要記得要問他姓什麼 結果他當時以為韓國瑜 一定不知道 結果韓國瑜回答台唐 你知道 結果因為他問姓什麼 結果康宜成大概自己也 沒想到韓國瑜知道 所以他姓台銘唐 好冷 結果他那個叫戰手冊背得太熟了 可能看了一直在看 然後沒有按照他劇本眼中 他就不太會演 然後這個Q5 第五題 設立橋頭科學園區的意義 為什麼高雄這麼重要 對高雄這麼重要 韓市長知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科學園區設立的 未來會讓高雄發大財 但請您不要再說發大財 請陳述其他 橋頭科學園區對高雄有重要意義 然後還特別誇張 又有刮鬍 讓韓講別亂 他要亂講的話會有爆點 結果韓國瑜是直接請局處長回答 結果他們就 這個爆點又供估了 然後第八題他說 請問高雄市長不在 橋頭科學園區開發中 所肩負的最重要任務 及工作是什麼 結果這個時候他還 又花舞 韓市長一定會回頭找人 或請經發局回答 然後結果就馬上接什麼 這就表示市長真的不知道 看到沒有 他都已經設定好 預期韓國瑜大概會怎麼回答 然後我就準備要怎麼樣去掌你 這不就是寫劇本嗎 是 這就是他的round down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在演一場戲給你看 問題是 如果他們過去也是這樣對陳菊 那是相同標準 我們沒話講對不對 你過去對陳菊是這樣的嗎 你們康育成跟六曉福 你們過去 當人家質疑陳菊的金流的時候 質疑他用人是不是 有任用私用的方式的時候 是不是政府有諸多弊端的時候 你們除了護航 你們有質疑過任何一件事情嗎 你們有用今天這樣的標準 去質疑過陳菊嗎 完全沒有 所以連許坤緣都看不下去 今天也跳出來 直接對六曉福來開罵 用一個人數 滿什麼 鋪天蓋地 講他什麼話不對 我說的是 你做你挑戰 他挑起來沒關係 用人你負責 成敗都你負責 你不用聽人家說什麼 最不夠夠夠人的就是你幾個 你知道 許坤緣為什麼這麼生氣 一個你們自己任用私人 人家拚那麼久 八九直等 你們隨便空降 一個就十到十二直等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過你們現在說 韓國瑜被執拳室 什麼不尊重議員 什麼要局處長回答 你們過去的態度是什麼 花媽的態度恐怕是更糟 因為許坤緣當年親自質詢過 花媽我們來看當時質詢發生什麼狀況 你的天啊 人人無法討論 聽藥章在你 陳吉你在怕什麼 你對方說你和陳慶蘭 他不是很熟悉 你不很熟悉 環祖國畢留下痕跡 你不很熟悉 人家全家走 你們都不熟悉 你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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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思芳 到清富大樓 參加丹江笑爾會活動 和他的太太 如鑿匠到後面那個 陳清富 你都很不熟悉 這奇怪 你不熟悉 這跟陳慶蘭有食材 有什麼見不得人 一個市長在地的企業家 這有食材 也天公地道的 你在火拼什麼 你到底在火拼什麼 你那三萬兩萬 這兩萬都鑿匾 狂悉 人家把你押什麼 就要教 要做什麼 現在他祖坎 這張上前問的 買到燒賞 陳吉祥在等 你又拿出個手 你在喊什麼 還他清白啊 來這邊講清楚說明白 我們給他清白啊 對不對 這是他給他一個機會 為什麼他不來 擺明就是他信心 市長 那麼是不是請你表態 你要不要要他們來這邊 議會報告說明 我想 市政府接受議會的監督 是應該 但是地制法的規定 我們就遵照議會的公函 認為我們應該哪些人列席 那我們依法行事 我想我們慶父貸款案 這個部分高雄市政府坦蕩蕩 但是高雄市政府依法接受監督 坦蕩蕩就請他們兩位過來 坦蕩蕩就過來 現在就可以過來 是最好的機會 所有的媒體都可以聽到 那沒有關係 就我們按照地方自制華 請市長 我們現在正式邀請這兩位列席 是不是請市長 謝謝 議長 我拿議事規則給你看 不用請時間暫停 請你邀請相關負責任 相關負責任 不是只有單位主管 不想露你的氣 條文不是這樣規定的 白紙黑字 看錯了嗎 白紙黑字 議長 給議會一點尊嚴 如果邀請一個記證 跟一個秘書 都沒辦法來備詢的話 高雄市議長就 高雄市議會就廢掉 辦法不是這樣規定的 請您看清楚 因為不用廢議會啦 可能要廢的是議長 是不是乾脆看看 要不要把議長也移送看看啊 既然是公務行程 就有必要讓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知道 我們高雄市選民選出來的市長 您9點經過的時候 你的公務行程是什麼 請市長說明 我就回官邸 9點多是下班時間 9點多是下班時間 下班 下班 下班時間 氣爆當天陳菊剛好 經過那附近他有聽到聲音的 你身為市長 你是不是要立刻去關心這件事情 當然 結果不是 他是自知不理回家睡覺 有這麼誇張的市長嗎 你有看過這麼離譜的東西嗎 這種沒心肝的人可以當市長 我就覺得真的太誇張了 但沒心肝的人不只他一個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就是誰 就是康御成 我跟你講很簡單 因為氣爆當時發生的時候 管碧琳我們管媽 他說以為大雷原來是爆炸事件 臉書上這樣寫 是 這個已經有點輕挑了 但也就算了 因為他可能還搞不清楚狀況 結果你知道康御成回是哈哈 哈哈 高雄出了這麼大的狀況 你在那邊哈哈什麼東西 所以你就知道這沒心肝的 剛好難怪兩個人交情非常好 可以相互互 就是這樣出現的 問題來了 他們這樣不斷的打壓韓國瑜 韓國瑜有掉下來了嗎 這個是TVBS最新的民調 我提醒大家 這個民調還滿特別的 因為它是47%的視化 加53%的手機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民調方法 手機納入民調了 對 所以手機比較能夠反映出一些 年輕人的一些看法 結果韓國瑜35% 郭台銘20% 黃金銘16% 追忍12% 韓國瑜還是贏 你15個百分點 你打 就加上視化 加上手機之後 韓國瑜贏的 其實並沒有減少 如果跟賴清德 柯文哲比 你看全體韓國瑜39% 如果視化的話41% 手機低一點38%也不低 同樣就算以柯文哲的強項 手機 柯文哲也才35% 還是領先3個百分點 對 賴清德掉到19%去了 差很多 然後你看 如果是對象蔡英文 韓國瑜39% 她手機一樣是38% 蔡英文全體只有25% 她手機只有23% 手機也沒比比較高 對 也高不到 比賴清德高一點點 但是一樣輸柯文哲 柯文哲30% 所以你怎麼比呢 我跟你講 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分析 他說如果說韓國瑜不出來的話 非韓不投的人到底是多少 你知道佔多少嗎 佔多少 8% 會轉投 郭台銘的只有1% 所以說代表什麼意思 大概有上百萬的人 可能因為韓國瑜不出來 就不投了 所以韓粉 其實目前估計 照這種算法 至少有百萬人以上 這一股勢力 全台灣誰能夠勤呼 揮文 我們來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也看到了 康育成原來質詢的時候 他自己也有小抄 那個交戰守則上面寫的 市長要亂講才有爆點 所以根本就是什麼 就是你不用什麼回答問題 最好是亂回答一通 這樣的話 他們的目的可就達到了 可是你看 剛剛我們也有看到那個P圖 韓國瑜現在是什麼 有點孤軍奮戰那個味道 面對從中央到地方群起公知 那難道還要再讓韓市長孤單嗎 國民黨你們還要這樣子 繼續做事韓國瑜這樣被修理嗎 我請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韓市長今天在高雄市議會 好久不見韓市長的笑容 因為今天是國民黨的 高雄市議員質詢 有軍嘛 所以韓市長難得笑了 觀眾朋友你看上個禮判 你看前幾天 你看到民進黨 跟時代力量的議員 在質詢的時候 韓市長笑不出來 但是他不是答不出來 是那些綠營的民意代表 不讓你答罵 我不是要問你問題 我是要罵你 我是要修理你 所以那個非常的清楚 不過這個疫情我要感謝 這個康議長康議員 我非常感謝他們 包括時代電話我也很感謝 那個翻白眼那個 我也很感謝 其實因為你們證明我是對了 因為你們在高雄市議會 去羞辱他 趁了我的意 你就會讓高雄市免也好 讓韓本也好 也讓我相信 對韓市長他自己感慨說 我要幫高雄做一些事情 我就現在在那邊事前 你這樣來羞辱我 那我留在高雄幹嘛 沒有必要 高雄的鄉親是大 我抱歉 我說的比較少 你讓韓國瑜留在高雄 你在那邊被他卡 被他黑 沒有意義 經過這一次民進黨 那些在那邊演戲 那邊勾串 其實韓市長他也理出一套 邏輯出來就是 你議員羞辱我 然後故意去剪接 網軍就攻擊 晚上隔壁台的媒體 就開始罵 他已經變成一個產業鏈了 變成一個SOP了 韓市長也洞悉了 所以觀眾朋友很簡單 留在高雄沒有用了 也沒有什麼意思的 這個康俞成這些朋友 要把握機會 因為韓市長快要去選總統了 這是我的期待 所以你們要趁韓國瑜 要比較快 這個玉琳剛剛提到 這個人事的部分 我想高雄市政府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 地方縣市政府而已 如果將來韓國瑜 他順利當選總統 因為總統要用得更多 這個成千上萬的位置 需要安排 不過有一個部分 觀眾朋友瞭解說 如果要 因為依照國民黨 民黨黨戰的一樣 兩大黨的黨戰就是說 如果總統的話 他是兼黨主席 一定是兼黨主席 就不用再選了 總統就是黨主席 所以將來如果韓國瑜 是代表國民黨參選 然後當選總統的話 他就是韓總統兼韓主席 所以那時候用人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畢竟還是有點捉襟見肘 如果韓市長能夠海納百川 用國民黨總統兼黨主席的身分 來安排的話 就比較不會像高雄這樣子 這麼的拍施展手腳 當總統問題就不大了 我們來看這個是最新的民調 剛剛韓民兄也介紹 這個是到今天最新的28個 我自己統計28個民調 韓市長是23比5 有五個認為是賴清德營 不會 沒關係 23比5 我們來看這個 因為這個有台在做滾動的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說 韓國瑜他還是39 兩個都39 26比27 所以他跟蔡柯的時候 他是贏13% 跟賴柯他是贏12% 這是今天最新公佈的 滾動式的跟上一次比 你會發現韓市長微微的掉了3% 不過這一次 因為他的樣本比較少 所以這個誤差稍微大一點 是3.2 正負3.2 我們來看這個郭台銘的部分 郭台銘只贏 柯文只贏1% 不管是對上菜或對上賴 他都只贏1% 我們看滾動的部分 其實郭台銘的領先 他上次贏比較多 這次只贏1% 所以你可以看到電子包的 不要體態一下這個 最新民調韓國瑜掉3% 掉3% 所以很多黑韓的朋友 你看 韓國瑜掉3% 可是我剛剛跟各位解釋的 其實郭台銘掉2% 掉3%跟掉2% 在我們民調上 其實差別不大 是誤差範圍內 對 誤差範圍內 所以韓國瑜掉3% 郭台銘掉2% 這些黑韓的朋友 要想說這樣會不會 我們一直要拱郭台銘 結果郭台銘掉2% 我們一直黑韓國瑜 韓國瑜掉3% 可是我們希望的人 他也沒起來 所以觀眾朋友 我的意思是說 我把它綜合起來看 如果你是藍軍 你是國民黨 你應該提名誰 有一個可以贏13% 有一個可以贏12%的 他都贏那麼多 然後一個贏1%的 我請問你 你要提名贏1%的 還是要提名一個贏12%的 這還要問嗎 這要討論什麼 所以今天黃偉翰講一句 我嚇一跳 黃偉翰說 韓國瑜會不會贏的初選 輸的大選 這是偉翰的質疑 我解釋偉翰 他的意思可能是說 2020的蔡英文 會不會變成2018的姚文志 因為今天剛好有一個宣判 我把之前的得票率給大家看 柯文哲在市長選舉 他拿到41% 姚文志拿到17% 姚文志代表的民進黨 只有17%的實力嗎 我不認為 所以我認為今天這個判決 其實對丁守中不是很公平 但是沒辦法已經判了 黃偉翰的意思應該是說 這些是棄保的 將來如果蔡英文 我這邊有寫個蔡 如果蔡總統的民調 還是拉不起來 因為剛剛我們看 友台民調蔡總統 是穩定的第三名 如果蔡總統 綠英文說 倒蔡總統 賴清德好像沒希望 我們來去投科P好了 會不會再次的發生 2018的棄保 會不會再出現這樣子 就像當年的姚文志 對 所以預行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這個我上禮拜有跟大家講 我認為目標應該是定這個 50%加1 50%加1在沙卡都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韓市長 能夠拿到50%加1 也就是絕對多數的選票 我管你23456名 你們在幹嘛 因為你們的通通加起來也輸我 因為我如果能夠拿到50%加1 我就過半了 我就當選了 你後面的人在什麼綠白河 什麼蔡柯佩 我都不怕 你沙卡都不是4成以上 就贏了嗎 不夠保險 最好是這樣 因為有可能綠白河 綠白河可能會合中連橫 我覺得50%加1絕對多數 也讓韓市長有更 兼顧的民意基礎 在執政的時候會比較順 然後再配合立法院的完全執政 比較好處理 現在為什麼韓反向信仁哥他們 這麼的始至不宜 就是鍾情韓國瑜 就是非韓這個 就是有韓閉頭 我們不要說非韓閉頭 有韓閉頭 為什麼有韓閉頭 很簡單 我跟你講老百姓的心理 是有公道的 當初是誰去監困區 幫國民黨打下了江山 再看到現在的民調 大家就會覺得 為什麼現在的很多的 比如說我們的精英的 原本的傳統的精英型的政治人物 比較不受到青睞 很簡單 我覺得你們這些傳統的精英型的 就都高大上 你們立的目標都很高大 老百姓都聽不懂 可是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真正幫老百姓做事的人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 蔡英文的5加2 請問誰可以背得出來 5加2有哪些東西 沒有 你聽了一大堆很夢幻的詞早 很文青的詞早 什麼智慧 通訊 亞洲系 古綠能 科技 講起來都 好棒 好棒棒 結果呢 結果現在台灣的狀況是什麼 我要講很多人說 你幹嘛老是在這個節目裡 老是在捧韓 好像在黑別人 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只是就事論事 你要知道老百姓的心理 在想什麼 至於他們拼命的去黑 黑了半天 今天我跟你講 這些人都在幫韓市長造橋 造一個什麼橋 造一個鋪到總統府去的橋 所以關於這些什麼 什麼康議長 康議員 什麼這些黑韓這個小組 我們都對他存了一個感謝的心 就是因為你們這樣子 無厘頭的黑 為黑而黑 更讓老百姓看破手腳 今天不把韓送到總統府 沒有辦法讓這些人 心裡面的怒氣得到平息